与人又不相干,与他不相干 苦的是自己,苦的不是他了 这种人才叫做于是在佛经上讲的迷惑颠倒 细细想想佛的这些话 我们应该自求多福 常常念人的善处 不要想人家的过失 纵然他有过失,纵然他是个佛人 我们长成这样的心,有这样良好的态度来对他 也能把这个佛人转变成善人 这是无量功德,这是大好死 不可以做成别人的悟性 应当要成人之美 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快乐 那么对于一些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思绪的人 法师是不是有些个外力的方法 比如说念念什么经文了 可以帮助他开阔自己呢 有哪些经文可以念 这一些现象很普遍 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 而他的主要原因就在佛法讲 他这个习气太深了 烦恼太重了 有的时候明白这些道理 进阶线前他依旧不能克服 依旧转不过来 那么佛法的方法很多 你读经 无够烦恼起来了 心不平的 把心定下来 展开经许 好好的念一遍 慢慢这个情绪